Hello 大家好 我是妮妮 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 那么今天的这支视频就想要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一个夏日日常清欧美妆容 也就是我现在脸上的这个妆 如果你对这个妆感兴趣的话 就让我们一起看一下去吧 Dreams are what I 好了那么我现在已经做好了护肤和防晒 那么因为这一次是我第一次非常正式的和大家录这种化妆视频嘛 所以我现在还有点紧张 我就想说先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个面部的特点 和我想要通过化妆来改善的地方 这样之后我在化妆的时候可能大家就比较好了解到我自己为什么要这样画呀 有可能也可以用到自己的身上 那么首先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个面部比例 那么在看面部比例的时候一般都是看三亭五野嘛 三亭就是额头鼻子和这个嘴巴下面的这一块 它们一定是要三等分的话会比较好看一点 那么对于我自己来说的话 我就发现我的鼻子稍微会有一点点短 这里鼻子大概短了半厘米到一厘米的样子吧 所以就会导致让我的额头看上去比较宽一些 所以我平时在化妆的时候我会希望我的鼻子看上去长一点点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鼻子这两边是那种蒜头笔 那么在化妆的时候我都会把它稍微的往里收一点点 那么五眼呢就是这个脸部的这边的宽度 就是这里来看 就比如说这边到这里 然后我们眼睛中间的位置 这里是像是五个眼睛的宽度 但是当我这样来比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这两边的这个宽度稍微的有一点点的宽 你们可以看一下 大概宽了这么多吧 大概宽了这么多都是一些我不需要的脸部的皮肤 但是它就长出来了 所以我的脸会看上去比较大一点点 那么我平时在修容的时候呢我就会稍微的把它往里修一点 或者说通过眉毛来调节我整个脸部的这种叫什么水平的一个比例 所以这就是我总体一个面部比例的问题 那么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我的脸型是属于这种方的脸型 那么方脸型呢现在目前不属于说是亚洲脸型里面比较吃香的那种脸型吗 因为看上去会整个脸比较大 好像这里多出来了一块 所以我平时在修容的时候如果我今天的妆容是希望我自己看上去更加温柔一点 或者说看上去更加可爱 年轻一些的话 我就会稍微的把我的这个脸部轮廓模糊一点 或者说在正面修容的时候往里收一点 所以这些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在化妆的时候想要改善一个地方 好了那就我们开始化妆吧 那么我平时化妆的第一步呢就是遮瑕 因为我是有黑眼圈的在这下面有一个青色的黑眼圈 我用的这个遮瑕盘是这个NYX的一个六色遮瑕盘 我觉得还挺好用的 这是我的第二盘呢 会用这边的这个偏橘色的一个遮眼下的来遮我的眼睛下面 我在化的时候我不会把它化得太靠近眼睛 因为我发现化得太靠近眼睛的话反而遮不住 因为一般就最深色的地方是集中在这一块的 就这一个小小的这一块 所以我会一定要避免太靠近眼睛去化 看我这边就遮好了 那么我平时呢还有个地方会遮 那就是我的鼻子侧面的这个位置 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我用那个蒜头鼻的问题嘛 所以蒜头鼻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这里很容易出现一个阴影就那黑黑的地方 因为我们鼻子比较往里线一点 然后胖胖的 所以我会用这种绿色的 把它跟其他的这种肤色型的遮瑕膏稍微的混一混 因为这个绿色的颜色太亮太亮了 等会上了粉底也遮不住 把它混一混之后 把这里的颜色中和掉 因为我们的鼻翼这边其实它也不是黑 就基本上是偏红泛红一点 用绿色去中和的话比较好遮 那么鼻子刚刚均匀完肤色之后 我现在就要均匀我嘴角的这个肤色 因为我嘴巴这一块 就大概这一块吧 都是属于那种暗沉的一个肤色 我就会用这个紫色 也同样要中和一下这种肤色的一个遮瑕膏 把它的颜色稍微弄得自然一点点 然后混好了之后稍微的把它抹在这边 好了 现在我遮瑕就遮完了 那么接下来就来上粉底 粉底我用的是这个20的 然后颜色是OCB 但是等会我上脸 你们会发现颜色对比我的肤色来说 会有一点偏白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这一罐是我代购的 所以当我发现肤色不对的时候 我也没有办法退换 但是其实我在一年前用20的时候 也是用了这个OCB的色号 那个时候觉得这个颜色挺正常的是我的肤色 所以我也不知道是这个颜色变白了 还是我变黑了 我希望它是颜色变白了吧 那么我平时在化妆的时候 其实我是会用两个粉底的颜色的 就有一个呢是放在中间的这里 作为一个底色 让这个脸部更加立体 然后另外一个比较深的色号 我会把它用在轮廓的这里 就比较自然的过渡一下 有便于等会儿在修容的时候 它会比较自然一些 没有一下子这里就变得很黑很黑的那种感觉 美妆蛋我已经提前打湿了 我还有一个习惯是 我会先用这种定妆的喷雾 来把这个美妆蛋喷湿 就这样喷一下 先把它刷在脸上 你会发现真的很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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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因为20真的太贵了 所以我还是要把它用完 因为这个粉底的颜色比较白嘛 所以我也会用在脖子上面一点 要不然脖子看起来太黑太黑了 这款20的粉霜 是我用下来觉得 最适合我自己本身肤质的 因为我的肤质是属于那种 有点偏干皮的 中性偏干的一个肤质吧 所以我在用那种粉霜的时候 很多粉霜用起来都觉得很干 但是这一款是属于 我冬天也可以用 夏天也可以用的 就冬天是属于比较滋润型的 那么夏天在用的时候呢 又是水润感的 就涂上的时候脸部比较有光泽嘛 夏天的时候比较喜欢那种 有光泽的那种妆感 好了那么接下来 我会上另外一个颜色 比较深的粉底 这个颜色比较深的粉底 我用的就是这个 美宝莲的Fit Me 也是我之前很早的时候买的 再用这个刷子 把它刷在旁边 把它刷在这些轮廓线的位置 再用一个小的美妆袋 把它拍开 轻一点把它拍开 那么我平时的下一个步骤 就是直接开始画眉毛了 因为我真的等不及 我就是化妆 觉得我自己素颜最丑的地方 就是我眉毛很淡 那么眉笔呢 我会用这两支 都是贝林菲的一个眉笔 只是色号不一样 一支是3.5色号 另外一个是3号色 就只是在画的时候 部位因为我想要让它 有那个渐变 比较自然的效果 所以我会用两个 不同颜色的眉笔 那么我现在用比较深的色号 先从这个眉毛的中部来画 因为如果开始从眉头画的话 我每次都会把自己画成蜡笔小星 先把整个眉毛的颜色给填起来 填起来之后 我会先把它刷一下 现在就开始要找那个眉峰的位置 我一般找眉峰呢 我是根据这个眼珠子 左边的这个边缘来找的 就这样 通常大家都是说 从那个眼珠的中间 瞳孔的地方来找嘛 但是因为我像我刚刚说的 我的五眼的这个部分 旁边这里比较宽 所以我要从这个眉毛的地方 来调整整个比例 所以我会把眉峰 稍微的往后挪一点 那么在眉尾的顶端的话 我就会这样来找 也是放的比较远一些些的 那么这个眉尾它究竟是往下的这个角度比较厉害呢 还是比较平的角度 就看我那天的整个心情 稍微画的平一点点 就整个人攻击力没有那么强 就可以稍微的让它这样来走 好了 现在再用那个比较浅的颜色 来画眉头 因为眉头的位置 如果颜色太深的话 会没有那么自然 好了 就差不多是我今天的这个眉毛了 现在我再把右边给补上 好了 那么接下来另外一个步骤 是我自己尝试下来在画眉毛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尤其是在画这种有点挑眉的 欧美型的眉毛的时候 那就是要用这种高光笔 把下面的这个部分给勾勒出来 你看勾勒出来之后 这边整个就要立体很多 那么最后再用这种染眉刷 把这个眉毛的走向 稍微刷的固定一点点 之前那个风格大挑战的视频里面 不是尝试了这个睫毛冷烫 和把眉毛这样烫得飞起吗 我发现烫了之后 眉毛看上去要浓很多 因为我之前的眉毛真的看上去非常非常淡 可能它就是揉在一起了 那么我把它烫直了之后 它整个眉毛就看起来多了好多 好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修容 我用的修容盘是之前跟你们分享过的 这个Hidden的 真的非常非常好用 我会用中间的这一个色号 它是比较偏灰的 专门修鼻影的 那么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鼻子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长度比较短 那么还有我山根的这个位置比较低 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的这个蒜头鼻的问题 鼻子问题怎么那么那么多呀 第一笔我会把它下在山根的这个位置 这样来一笔 再慢慢往上走 弯过来的时候我还会在这里画一笔 就把我的整个眼窝给勾勒出来 整个眼窝会明显一点点 再往下走的时候呢 因为我想把我的鼻子显得长一些 我会直接拖下来 这里就不要 不要让它有一个停止了 因为我之前会把它直接这样来画 就画一个那个小三角嘛 就跟了很多博主看的 但是后来我看到那个大老田 他们的一个视频 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应该叫大老田 大老田 它的一个视频就上面说的 如果你想让鼻子看起来长一点的话 在下面的这个位置一定要延伸出来 就不要再画那个小三角了 我觉得后来就没画 就发现鼻子会更加的长一些些 那么还有一个部分就是 我会用这种比较亮一点点的一个修容棒 把它抹在我的鼻子两侧的这个位置 让这个地方更亮一点 我的鼻子就会看上去更挺一些 有没有鼻子感觉一下子就挺了 告别我的 它它算头鼻衣 那么接下来是修这个轮廓的部分 我头发我白看上去 那么我也还是用 Hidden的这个修容盘旁边的这一盘 反正这一盘我真的是具喜欢 平时在修轮廓的时候 我是用的这种比较小的美妆带 有时候会直接用手来上 但是最近就不想把手弄得很脏 所以会用这种比较小的美妆带 稍微的把它拍一拍 然后开始修轮廓 我之前不太会修容的时候 我会直接把这一片全部打黑 后来发现这样打黑之后 就发现好像脸很脏很脏 就侧面的脸就会看上去很脏 所以后来我发现 可以这个样子来打 主要还是在边缘的这个位置 然后顺着我的下颗线来打 把我的这个下颗线显得更加的 鲜明一点会更好 其实反正都已经是方脸了 怎么修是方脸 后来我就发现还不如就 让发挥自己的一个特点 反而还显瘦一些 而且整个人会更加有特色 更加有个性 千万不要修得太里面 如果修到这下巴的肉肉这边的话 就会看上去很像双下巴连在这边来了 所以最下面的肉 一定要让它保持比较白白的状态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的五眼的这两边特别宽 所以我会把这里修得比较深一些 让轮廓整个立体一起来 把它收进来一点 不要让我的脸看上去那么宽 那旁边那两坨不应该有的肉绒 就给我离开我的脸 那么接下来就修这个额头的部分 也是围着这一圈来修 那么其实我刚刚在上粉底的时候 不是已经用深色的粉底 在这一圈打过了吗 所以它本身就已经有那个深色了 再补一点上去就好了 不需要太深 我这样上的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它这样上比较有那种渐变的感觉 比较自然一些 那么我平时在上完了修容之后 就要开始提亮一些地方了 首先要提亮的地方 就是我眼睛旁边这个太阳穴的地方 给你们看一下 就这里会有点凹 凹进去之后 我觉得不会显得人很 就没有那种饱满的感觉 所以我会把它稍微提亮一点点 我就会用这个黑凳旁边这个亮的来用 把它点在这里 会让它提亮一点 但不要点得太外面 要不然刚刚那个修容就给白修了 再把它点在这些要提亮的地方 鼻子 偶尔还会提亮一下 我的这个额头的中间这个位置 有一个凹槽 一个横形的 一个一字形的凹槽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啊 就这里 就很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人的额头 不是那么饱满的 好了 那么我现在修容就已经修完了 那么因为今天想和你们分享的一个妆容 是比较日常的 所以我在眼影的部分就选择这种 很自然的一个颜色 先用旁边的这个打底色 用这种比较扁的 并且这个毛比较稀疏的 就它上端的这个毛比较稀疏的 这种刷子 来刷一个打底 因为我发现这种毛比较稀疏 然后比较浅浅的这种刷子的话 它不容易一下子上上去就给结块 然后堆在那里 打底的颜色我主要的一个轮廓是 因为我的就像刚刚讲的嘛 这个无眼 我希望它更加分散一点 来弥补这边比较宽的问题 所以我在上眼影的时候 我会稍微的把它这样来上 就做成一个有点像那种 往外飞的那种扇形 好了我现在打底的这个颜色 就已经上好了 那么再用一个比较小一点的 这个刷子比较浓一些些的 比较好上色的一个这种眼影刷 来刷旁边的这个颜色 先打在眼尾的位置 然后再用一个这种熨染刷 把这边熨染的比较自然一些 那么因为今天我所选的 那个口红的颜色是偏橘的嘛 但这个就有点点偏粉一些 所以我或者说偏豆沙一些 所以我会再加一个东西 那就是加这个Mark Jacobs 眼影粉 这种闪的眼影粉 是我大概一年前买的了 我当时看到就觉得好美好美 把它点在我的眼睛中间的位置 再用刷子吧 它刷的比较均匀一些 有的手指太粗烈 这样的话等会我上了口红之后 眼影比较配这个口红 那么我之前学到了一招 我不记得是在看哪个博主的时候说的了 就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眼睛 看起来更大一点的话 那么这个位置就是一定要白的 就眼睛里面的这块 但现在这里已经被眼影染色了 这样的话会有一种开眼角的感觉 就开后眼角的感觉 用的就是遮瑕的那种遮瑕膏 用一个比较小的刷子 把它点在这里面 让它白白的 好了你看就有没有 有一种开了眼角的感觉 那么接下来就要来弄眼睛的这个部分了 所以要先夹一下这个睫毛 那么我之前在拍那个 风格大转换的时候 不是用那个冷烫的睫毛 来把睫毛烫卷了吗 烫卷了之后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都完全不用睫毛夹来夹睫毛了 因为它随时随地都是非常非常翘的 其实最近好像用了有一个多月了吧 所以就慢慢就有点塌下来了 我过段时间会再找个时间 把它又弄回去 那么最近也还想再尝试着 跟大家拍一个那种风格大转换的 因为我最近又有一个风格想尝试 好了夹卷了之后 我会先来画眼线 眼线我用的是 这一支眼线是Heroine Make 我觉得还挺好用的 因为我眼睛非常容易化妆 但是用这个的时候就不太容易化妆 我会把眼睛给翻起来画的时候 因为要不录视频感觉 找个角度 那么因为我的那个双眼皮比较薄 所以我一定要画内眼线 如果画太粗的话 就会显得我有点像内霜的那种眼睛 就反而把眼睛看上去比较小一点了 画完眼线就来上睫毛膏 睫毛膏我用的是这个Kiss Me的 最近我们这边天气还挺多变的 一会儿又到春天 一会儿又到夏天了 我前天还是前天出门去拍照 把我的热惨了 真的热得我整个脑子都热糊了 接下来是腮红的部分 我的腮红用的是这个Hourglass的一个四色腮红盘 是今年刚出的嘛 那么我之前是因为我发现我的腮红实在是太少了 我今年就非常想要去尝试各种各样不同颜色的妆容 我就买了一个这种盘 反正它上面有四个颜色 就基本上能够把我所需的一个腮红颜色都给囊括进去了 今天我会用这边的这个颜色 它的名字是叫Lucid Glow 腮红刷我会用这个有点扁扁的胖胖的腮红刷 稍微的刷一下 抖一抖要不然刷上去 我就成了那个畅戏的了 那么我在刷腮红的时候 我以前会这么大面积的去刷 就如果夏天那种晒伤妆的话 但是今天就我最近比较喜欢那种小面积的腮红 我会把它打在这个位置 就在这个位置 我发现会比较自然一点 有那种年轻的感觉 那么会用刚刚这个刷子上面的鱼粉 刷一下我的鼻头 下巴的位置 还有这里 眉毛上面 都是那种会微微泛红的地方 我觉得会比较可爱一些 现在腮红就上好了 我要开始上高光 那么我最近比较喜欢用的高光是一个Bobbi Brown的 颜色是Pink Glow 就Bobbi Brown的那个五花肉高光 它上面是属于那种有点暖色的一个玫瑰金 配了一个冷掉的一个高光 就在打的时候 你可以自己取你想要的那个位置 比如说今天的高光 我想要冷掉一点的 我就去取那个偏白色的位置 如果想要暖掉的 我就会取中间的这里 那么因为今天的妆 我希望它是比较亮色系一点的 所以我会取它旁边的这种 有点粉粉的地方 然后会打在 这个位置 因为我发现打在这里会比较显的皮肤比较好 还有一个位置我也会打 会用一个比较小一点的刷子来刷 就用这个小的刷子 我就会取这个冷掉的颜色 把它打在我的眉骨下面的这个地方 这样又可以凸显一下我那个眉毛的线条 最后再用这个暖掉的金色点在我的鼻头的位置 跟这个山根的这里 那么我定妆的话如果夏天我就比较爱用这个Urban Decay 因为我希望我的妆容是那种比较水润一点点 这个Urban Decay还挺好用的 就这样 好了 舒服 夏天就是一用喷雾爽爽爽爽 好了 我平时呢其实还是会用散粉再铺一下的 因为如果拍照的话真的 真的那个光打在脸上就像一个就是猪钢猎一样 真的特别特别易油 那么我平时的这种定妆粉呢 我用的是这个一大饼 上面的这个色号还是 这罐是一号色 但是我用下来就发现我比较适合六号色 因为我有一个这种旅行妆 旅行妆这边是六号色 用在脸上的话就是那种泛微微的珠光的 并且很配我的这种黄二白的一个肤色 那么一号色因为我觉得它有点太冷白了 就偏冷白 放在我身上觉得有点假白的那种质地 所以我平时还是比较喜欢用这个六号色的 只是当时又买错了嘛 就只好憋着用呗 我先定妆一半吧 你们看一下效果 好你会看 这边就是油油的嘛 但这边就是皮肤很好的那种雾面的妆效 上镜的话会比较好一些 就不会有那种油光满面的感觉 好了那么最后一步就是口红 我今天选的口红是黑淡的这一支蝴蝶唇釉 颜色是一个叫被忘录诗人的颜色 它的这个颜色呢涂在手上 是这样的一个颜色 这属于那种有点偏哑光的质地 如果薄涂的话是那种渐变的感觉 那么如果厚涂的话就会有那种雾面的感觉嘛 但是今天我是想要把它做成一个夏日的 比较清爽的妆容 所以我就会把它做成一个渐变的效果 这个颜色涂在我脸上特别的特别的显得来 所以我很喜欢它 我会先把它上在我的嘴巴里面 而且这一支它虽然是那种磨砂的质地 但是上上去就很不容易显成纹 再一点点的把它推出来 那么我的嘴巴呢是属于那种非常非常厚的嘴巴嘛 就还挺厚的一个嘴巴 只是说我有点不满意的地方是 我觉得它的这个下嘴唇的这里 稍微对比上嘴唇要薄一点点 因为下嘴唇一般是要更厚一些会更好看嘛 这里就会把它画出来一丢丢 好了 然后呢我会把它用纸这样折起来 稍微的 弄一下 那这样弄下来呢 就整个嘴巴就有一种渐变的那种柔胶感 好了我嘴巴就弄好了 我今天把眼影的颜色选得相对淡一点的原因 也是因为今天这个口红颜色比较亮一些 所以眼影的部分就不要选得那么亮 因为我会发现当眼影和口红颜色都很亮眼的时候 攻击力会有点太强 整个人会看上去比较凶一些 好了我今天的这个妆就化完了 就基本上是我平时在化妆的时候的一些步骤 和会用的一些东西 好了这就是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 我自己的一个夏日的妆容和我自己的一个步骤 算是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经验的分享吧 因为我自己也不是美妆博主嘛 所以希望大家见谅就如果有哪个步骤做得不够好的话 如果你们有更好的建议也可以通过留言或者说弹幕来告诉我 那么没有关注我频道的朋友也可以点击下方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以后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的视频更新 好了那就是今天的视频 我是林逸 我们下支视频再见 拜拜